今天是2022年8月17号 我们再次来回访 使用大力丸和艾可夫的葡萄柚 这是在山顶上使用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是近距离的观察 非常的漂亮 我们来听一下农户的一个使用 8月17号我们又来到了这个 羊哥的这个葡萄柚 葡萄柚 果园 那我们上一次是5月18号来那个时候 我们也是用了两次 今年的话我们这块果园整体 都是用我们整它的药肥方案下来的 目前的话 一起来看一下就是整片果树也是 比较健康嘛 都叶片的长势都好 然后现在 听过我们跟羊哥 走了一圈之后 开始说 这新年整片果园的个头都特别均匀 而且是第一年挂果的 果皮又比较光滑 那这块的话 羊哥能帮我们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就用了整个方案下来 感觉哪些地方用的比较好 这个 过头比较均匀的话 可能是 去年那个 12月份有下那个 那个大力丸 还有那个 今年有放了一次那个 那个盖 艾可腐 艾可腐那那种 盖 果皮才会比较漂亮比较光滑 比较亮 整个整个 整个果园的个头 整个均匀度感觉怎么样子 都差不多 反正都是这种 都是这么大的 没有小的 也没有很大的 那大部分人是第一年就果皮比较粗糙 是吧 对对对 他们现在来看就整个果皮的一个均匀度特别好 好 然后通过我们整个果园的调查的话 目前来说就是说 这一期也是一个秋梢的阶段 可能技码比较厉害 大家一定要关注果园的一个管理这块 拜拜